这节课我们来介绍合作博弈的数学表达 数学语言的美,美在简洁,美在准确,美在严谨 非合作博弈可以用标准式博弈和扩展式博弈两种方式来表现 那么合作博弈怎样用数学来表达呢 在合作博弈中能起到类似作用的是特征函数表述式 在讲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数表述式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联盟 什么是联盟呢 在一个N人博弈中 参与人的集合用爱来表示 那么爱的任意子集S就成为一个联盟 下面我们给出N人博弈的特征函数式 假设有N个参与人的集合爱 对任意子集S包含于爱则定义一个 十函数VS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 空集合的效益为零 第二 当联盟S1与S2交集为空集时 注意 这时的S1和S2真包含于爱 联盟S1与联盟S2的并级的收益 大于等于S1的收益 加上S2的收益 这第二条也称为超可嘉性 在经济学中也称之为协同效应 我们把爱V放在一起 称为一个恩人合作博弈 把VS称为这个恩人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数 其中S是爱的任意子集 也称联盟 VS描述了联盟的效益 特征函数是博弈 对每一种可能联盟 都给出了相应的联盟总和收益 也就是给出了一种集合函数 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恩人博弈中 每一种可能的联盟结构 对于一个恩人博弈 如果不计空集合的话 一共有2的N次方减1个联盟 例如对一个N等于3的多人博弈 他的非孔子集有7个 当所有人都不合作 每个人就是一个集合的时候 此时为单人联盟结构 当所有人都同意合作 那么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集合中 此时就是大联盟结构 而当三人中有两人为了追求利益 选择合作 另一个人不合作时 就是其他联盟结构 所以呢 总共有三类联盟结构 而单人联盟结构 本质上属于非合作博弈 不在此节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联盟结构 参与博弈的N个人 形成一个合作联盟 我们称此联盟 对应的博弈 为N人大联盟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的解 就是对大联盟所获利益的一个分配方案 如果用这个式子 表示参与人 I从N人大联盟合作博弈中获得的利益 那么他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 个体合理性 参与合作的人分得的利益 要大于等于自己不合作时所获得的利益 也就是说 合作至少不比单干差 第二 总体合理性 参与合作的人 要将合作所获得的利益分光 也就是说 要将合作博弈 IV中获得的利益 为爱分光 因此 解决N人合作博弈问题的任务 是如何获得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 另一种情形就是 在参与人多于两个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 部分参与人联合起来追求其小团体利益的行为 但其前提条件是 参与人在小团体中所得利益 大于或等于在大联盟中所得到的利益 在此种联盟结构下 分配方案应满足以下不等式 这些不等式指的是 应满足之前讲的前提条件 参与人在小团体中所得利益 大或等于在大联盟中所得利益 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严格不等式成立 假设其中没有一个严格不等式 全部都是等式 那么显然就没有联盟的必要 合作博弈也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应满足其中至少有一个严格不等式成立 为使记号简便 我们讲记号VI-G为VI 在后面的VI中去掉了里边的大括号 那么讲N人合作博弈问题的分辨方案 就可以简记为以下等式 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 我们都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去执行 至于在博弈中能否合作 最终决定因素是其收益的期望值 合作博弈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获得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